联合国大会总辩论登场 总统赖清德以录影的方式 在纽约非盈利组织年度峰会上发表演说 总统强调民主台湾跟专制中国互不隶属 这是国际公认的客观事实 而中国却恶意的扭曲联合国大会 第二期58号决议 并与一中原则不当连结 期盼跟民主国家携手撑起民主保护伞 共同遏制威权主义的情态 亲自替亲近任的将官挂街 总统赖清德以一唱名牌亲自介绍过去的表现 肯定他们对国家的付出 我期许两位将军承担起更重大的责任 为国家打造现代化的国军 让整体战力一天比一天更坚实 提升国家整体防卫能力 政府持续推动改革 同时也跟美方保持合作关系 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上 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首席副助理部长 罗耶尔宣布 美国近期将跟印太地区欧洲的盟友 成立印太产业韧性伙伴 而台湾有许多创新跟制造能力 将在这项伙伴关系当中发挥重要作用 这让台美共同生产武器也逐渐具体化 主要还是因为中国在印太地区扩张的野心 一纽约非盈利组织的邀请在年度峰会上发表演讲 总统批对岸扩权行为的手段 就是透过法律战跟扭曲历史 总统强调中国对台湾的威胁 就是对国际社会的威胁 民主阵营跟应该团结一致 共同发挥嚇阻力量 记者小米先生台北报道